这个小偷啊 怎么这么小啊 睡觉能睡得了啊 我看看人在不在 看不见人呀 有人 你是记忆 河北的呀 邢邢邢邢 离你很近 我保定的 我看保定 你是今天过来的 刚过来 我看这车 这一路还没往前走呢 想跟着你们 跟着你们走呗 大家有个伴啊 跟着我们走 你给我们拖车呀 对呀 你们不行 我这拖车 我这搭电的工具 拖车绳 啥都有 户外电源 啥都有 的话可以升起来 可以升 对前面升顶 后面拖展 一个拖展 对 那这床挺大的 对 你上来看看吧 我上 没事 你穿拖起来 没关系 等一下我擦 你上来看 哦 对 它是一个1米75 吹一个2米的拖展开 拖展开 可以横着睡 可以竖着睡 对 这里还是可以升降的 对 这下面是 这个是一个冲凉的一个小洗浴间 哪里呀 这个门打开就是 在外面 在外面 这里 这里 这块不是多出来的吗 这就是一个洗浴 一个小厕所 马桶要那种便携式的 对 也可以洗 对 里面是不是有淋浴头 水箱在下面 它有个差不多100升水 反正两个人洗澡 可以冲冲 可以 那可以啊 像这个小偷花多少钱买的 我买的二手 二手的 它如果车的话 按现在这个配置的话是不到13万 我买上了这个42,000 我有配了2万多的电 7万块钱 配了几度的电 配了8度电 8度电 8度电加了个3000逆变器 加了个行车充电 行车充电 对我在行车过程中的话 它就是自动给后面 就前面保证前面电满了以后 它自动往里充 一个小时0.7 就两个小时有一度半 基本就不用电 你要往西藏走吧 对往西藏 西藏新疆内蒙 那你走兵茶茶拉着就行啊 没走过啊 试一下 要不29兵茶茶叫什么 叫英雄之路啊 只有走过来才知道能不能走 你这个坦克300没问题啊 对马力是够 那你拉着它不甩吗 没事 它前车有将近三堆了 拉个一吨半的东西 没有一点压力没有 但是往前走兵茶茶不是说是十字路吗 十字路反正他们小车能过我也能过 我这个底盘你看高嘛 底盘高 底盘你看比他们那 SUV的底盘都高 它这也是个越野底盘 越野底盘 对 买的时候轮胎就是这样 买的时候就这样 你这也是AT台吗 这个 它应该不属于AT台 这个也是一个小AT台吧 这个是拓展拓出来的 把它拓进去以后 上面放下来就是一个大的行李箱 它是电动的还是手工的 电动的 一点电动它自己往回收 永世之路 丙茶茶 都要读丙茶茶 是吧 对对对 你也是没走过 没走过第一次 你就是走的时候把这收起来吗 对走的时候把它直接收进去了 电钮一按它自动收回去了 全部都前面都是这电动的 对对对对 我这个就是什么一个人就是不方便啥 我前面轮胎搞的是最大化的315 就是说把它放下来的时候 一个人就是不好往上弄 不好弄也好弄就是慢一点 就是两个人最爽就这样 那这轮胎沉呀 对啊 这轮胎这一个轮胎都顶它 原车的四个轮胎重 也是换了是吧 对这是改过的嘛 大AT台嘛 315的AT台 对防暴轮毂 防暴轮毂 啥呀 它这个轮毂这里都是实的嘛 它原来轮毂不是都这么宽吗 这一块实的嘛 它轮胎加大了 加大了 就是雪地沙地都可以 可以跑 可以跑对 哇这个车挺好的 其实这车去夜也可以 我要是不拉后面这个斗 我跟你说我就走最烂的路 走最烂的路 拉这个斗嘛 有的时候不敢 对 你像他们说去甲印村 不是路特别窄吗 我就怕落不开车 你给别人也带来不方便吗 对吧 你可以把车把后边放在一个地方 然后开钱吗 对那可以那是可以 那你这个拖划是不是 现在是不是要那驾照 我原来是A2 它现在是要C6 我原来是A2 我一直没改 一直没改 那没事 没事 A2它本来就是A2就可以 A2可以开那拖划的 A2可以带拖划的 就是我原来的就是从B本一直升升到A2 我就没动过 你看那个里面 你看一下 其实这车挺好的 对 坐这也舒服 是吧 里面就是我试前面 前面就是摄影的工具 后面这放的摄影工具 这后面都空着 都空着呢 你看有粉丝有没有帅哥美女要一起 咱车都空着 估计路上有美女 对你看这车都空着 帅哥就算了 是吧 还没事 那你应该贴过 找美女 女的在前面睡吗 女的在后面睡 我住前面 把最舒服的浪给她们 对 其实唐哥他改好了 这个可以放平的 我知道 对 这里放平其实就是一张床 对一张大床 这里放平就是一张床 我的个儿一米八 他就是睡起来有点不舒服 他也放不太平 可以这样 对也可以平 哇 还有这个功能 对前面就是一个枕头 对一个大床 对 就是有点短了 我睡的话就差个10公分 10公分 一般的话1米7左右的随便睡 1米7可以 我睡过一次睡过一次 睡过一晚上 这框就斜着这也行 对 这个是你后来加的 加了一个上面就是行李件 他说你像放东西 他如果落台高的话 他不容易倒 我这样的话他就不容易倒 这是那个桌子 户外桌椅 这还是在西藏板大买两个水枪 还在这 对 你去西藏板大来着 对对对 过货纸节 过货纸节 你看户外电源 大车线 是不是 啥都卖好了 咱都有 这个电脑上面是一个烧烤炉 都没用过 对 反正备用吧 就是备用 那你平时做饭在哪做 做饭的话 有电就在车上 这个车上不是有八九度电吗 反正就是一天做三顿饭 我在这里停五天就不出电 平时也不用充电 平时也不用充 电瓶都在这个上面呢 电瓶在那个角落里 两块电瓶 没地方放我就全部放一块 还带着冰箱 对这个是50升冰箱 那挺大的 对 没东西 两块茶叶 两块茶叶 一个干果 还有一颗咸菜 你这儿没有座的了是吧 有 也有 我把它要收起来 那边是个卡座 这个可以放下去 也是一个床 我一个人也没必要放下来 这个放下来 对你上去看吧 不用 没事 我又买了两个收纳柜 就东西都拉我跑 收纳柜显得干净一点 把东西都归结一下 对 那你这个下面 下面是空调 空调 这是个密变器 三天的密变器 这还有空调 对啊 空调还是双支枪制冷的 那你空调那外极在哪呢 火机在下面 啊 火机在这个下面 在这里 哦 能看到 在里面啊 对 看到这里面 里面是个空调 这儿还是个做饭的 对 这是个除辣灶 这是茶油的吗 那个气 天然气的 哦 液化器 前面这液化器罐就放在这里面 液化器罐都在里面放 小气罐是吧 对 一个小五公斤的气罐嘛 哎呀 我感觉用电方便 对 反正风大你知道吗 能火他不往上面跑 啊 我现在的小兄弟他自己有 我自己也买了糊啊什么都没有 对那锅不好用 我没在一起吃饭 你就是从河北先去的 欣赏完的 我从 我在宁波 在宁波慈溪 我从河北开到宁波慈溪 然后 呃就是准备了十几天吧 把公司公司的事安排好 小孩的安排好以后 我就开着车去中山 这个车在中山 我在那个咸鱼上淘的 哦 嗯 那你怎么不带着媳妇一块出来 呃他来了玩一个月回去了 回去了 不能让他长跟着 跟着他吵架的 这车开的拿都好 就是说拉着这个东西 到这高原有点耗油 平均19个到20个油 上山啊上坡啊 嗯 如果说是平路上的话 15个就足够了 坦克嘛它属于夜夜嘛 肯定费油啊 对对对 但是开着舒服啊 嗯 别人问我怎么来的 我说我怎么打地来的 打地来的 打车也不然就两块钱一公里啊 他又滑着差不多两块了 对 你这百公里耗油太贵了 对就是耗油贵的 人家也是在这带个机箱再走吧 你们什么时候走啊 不知道啊 不着急 上来上来吧 在一块什么时候走 一起走吧 可以啊 我们自己开到甲英村去 那个打卡地必须要去啊 甲英村早上去下午回来啊 哦那也可以 反正上去40多公里吧 嗯 我反正知道是路怎么走 但是说你说从哪上 从这上40多公里 都过了大流山吧 不是甲英村说是在插瓦龙那边啊 就是过了大流山以后啊 到甲英村 我想是在大流山那边待两天的 对啊 大流山这边待两天 过去再待两天是吧 是这意思吧 过去就不待了 过去好像没有营地吧 不好听说 过去那营地才好呢 还是在插瓦龙呢吧 对啊 就插瓦龙啊 插瓦龙那营地比这还好的 也免费的 大流山离这插瓦龙多远啊 十几公里啊 插瓦龙是不是就属于西藏了 过了插瓦龙就是西藏 看看两个美女快 干啥的美女 哈喽美女 干啥的 要不要搭车 这老乡看见美女凉雅发光 齐和美女啊 聊天去了